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的每一本書上都說 大氣壓力的來源是來自於空氣柱的重量 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就等於大氣壓力 因此你就曉得山上的大氣壓比較小 山下的大氣壓比較大 因為山上的空氣柱比較短 山下的空氣柱比較長 還加上山上的空氣比較稀薄 山下的空氣比較濃密密度不一樣 所以山上一定恰小山下一定恰大 所以叫單位面積空氣柱的重量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這個定義 但是因為每一本書都這樣寫 所以我們就要這樣教 我為什麼不喜歡這個定義 當我告訴你大氣壓力是來自於 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你就會認為它的壓力要像哪裡 方向向下嘛 你就認為方向下對不對 重量方向上下 可是不是 大氣壓力跟進水壓力一樣 在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在氣壁的地方是垂直氣壁 所以這上面有照片 左邊的照片 那個塑膠片不掉下來 可是什麼意思 有力量向上 大氣壓力方向上 右邊的圖不掉下來什麼意思 有力量向右 大氣壓力向右 然後你把那圈子轉一圈都不會掉下來 可是什麼意思 每個方向都有大氣壓力 所以大氣壓力的方向跟進水壓力的方向一樣 怎樣 內部一點四面八方 氣壁的地方符合 垂直氣壁垂直氣壁 這是一個重要的實驗 馬來拉保半球 就是有一位大哥 在馬來拉保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實驗 當時已經發明了抽氣機 他就把兩個半圓形的球合在一起 然後抽氣 然後左邊一匹馬 右邊一匹馬就拉他 拉不開 兩匹馬拉 拉不開 三匹馬 四匹馬 一直到左右都八匹馬的時候 啪啪啪 封開 這顯示什麼意思 大氣的有一個強大壓力壓在那個半球上 所以你要花很大力才能夠把它打開 所以這個證明了大支壓力的存在 而且力量非常的大 非常大 這叫做馬來拉保半球實驗 拉到半球實驗 然後 就有位大哥叫做托里切力 做了一個托里切力實驗 然後根據托里切力實驗 以後我就可以知道 我如何來測量大氣壓力 我們說過任何壓力都是P等F3A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量出來的空氣有多重嗎 你量不到啊 所以你能不能用F3A算大氣壓力 不行 那怎麼辦 托里切力實驗 托里切力實驗 用的就是連通管原理 它打了一個一公尺長的玻璃管 灌滿了水銀 然後再把它倒叉在水銀槽裡面 然後水銀掉下來 噗 掉下來 然後先把它掉下來 然後變成像這樣 不是這個樣子 根據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要一樣 所以叫做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 左邊壓力要等於 右邊壓力 那左邊有什麼壓力 上面的氣體壓 P0 下面的液體壓 P1 右邊有什麼壓力 大氣壓力 P2 所以就會等於 P2就等於 P0加上 P1 所以就是我們以後做題目的重要觀念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OK 那麼在托里切力做的實驗裡面 沒有P0 托里切力真空 我一公尺長的管子 灌滿了水銀 倒叉之後 水銀往下掉 所以上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我們稱為波里切力真空 它其實不是真的完全真空 因為 會揮發出拱真氣 你們會有點拱真氣 這我們就忽略不計 叫波里切力真空 沒有P0 這什麼意思 P1就等於P2 P2是我的大氣壓 P1是我的液體的液壓對不對 OK 很好了 液壓就是大氣壓 我液壓很會算啊 P等於HD啊 我就可以看 我就可以看它有多高的 油測壓力會有 多大 它有多大 所以我就可以用我的液體的壓力 用液壓的高度來去 測量我的大氣壓力 所以我就可以來測量大氣壓了 就是托里切力實驗 托里切力實驗 放鬆 想通 接受 所以